我们大家一起安静祷告 主感谢祢今天再次 叫我们同路人这样平安的到我们会场 主我们知道大家都很期待 主祢是叫我们期待的主 主祢一路带领我们 甚至在很多的风风雨患难中 主不但不叫我们失去信心 反而叫我们的信心得到稳健 主我们知道尤其这个时代的迷惑 是越来越显著的 我们心头要谨慎 求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 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 接着这两天主让我们心灵里面 对你的道有清晰的明白 我们心里能够有火热的愿要跟从 我们知道更重要的事情 也不是这两天三天 那是特会过后 主祢要带给我们的教会 家庭我们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捩点 主那是我们期待祢的 求主自己成就祢的工作 我们但愿男女老少 甚至小孩们来到这个特会的 都一起蒙恩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各位 我们讲到这个世界被迷惑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一句话来说 就是人心中没有真理 或者坐在教会里面的信徒 对真理不是很认识 我们都需要体验 需要经历 这是我们可以明白的 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 有这个无感 对不对 我们眼睛看耳朵听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主造了我们的灵魂 这个有灵的活人 能够结合上帝的话 这是人最荣耀最尊贵的地方 所以虽然体验经历很重要 你一定要问真理说什么 真相 上帝怎么照万有 照灵界 照你的生命 你要怎么认识 如果没有真理的话 你的体验体感 甚至有时候会走偏的 那走偏的更不好 因为你知道 现在这个灵界是堕落的 不但圣灵会感动你 邪灵也会给你暗示的 撒旦这个世界 也会给你很好的感觉 给你一时的平安 稳妥 但是很快的 如果你的情况一改变 你的稳妥没有了 所以神所知的平安是怎样 出人意外的 出人意外的 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所以上帝的工作 是一定要借着什么 那个 他所给我们的 这个真理 真相 这个说明书 圣经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对真理 不认识 或者随便解经 随便了解 只有这样来到主面前 要得到一种感觉 那各位 这是很危险 所以每一次我来的时候 叫我最开心的 就是我听到 我们弟兄姐妹 忠于真理 我们年轻人 在这样现实的社会 长大的时候 忠于真理 你们记得吗 每次我们八月份 都是渔民特会 对不对 牧师已经六年前 在广州 好像是12年 就开始渔民特会 我看到这个曹恒星 在那时候还没结婚 现在有宝宝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 年轻人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大家很激动啊 什么的 我们在广州 三百个人的聚会 也这样做过 对不对 但是最后 你们会发现 剩下来的人有多少 你们会发现的 所以忠于真理 那忠于真理是什么 每次讲到忠于真理的时候 这个好像传统保守派 整天叫人忍耐 死满满的 行道行道 好像这样 其实忠于真理 不是这样枯燥的 忠于真理也不是 你跟神脱节了 然后你拼命要行 拼命行一下 你越行越不惜了 不是大陆教会的那种 过度尽钱 苦难主义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忠于真理是 你认识真理 认识真相 对不对 认识真理 然后呢 你实践出来 对 实践是很重要的 我们实践信仰 在生活当中 这个真理呢 活化为人的样式 所以我们主耶稣 祂是道成肉身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圣明信了真理 跟主合一 主是我们的头 我们是身体 祂透过我们活的 然后在生活当中 你怎么享受 主里面的丰盛 主是喜乐的 所以你忠于真理 你是喜乐的 主是丰盛的 你忠于真理的时候 你是丰盛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世界里面 主用真理来告诉我们 你们不要被骗 如果 你说钱叫你喜乐 真理说 钱只是工具 钱不能叫你喜乐的 而且你得钱 一定有一个真理 属灵的原理告诉你 钱应该要怎么来 应该要怎么用 你辛苦的得来 然后呢 你谨慎的用 然后用在哪里 那你不会随意用钱 你也不会被金钱捆绑 如果你 很容易得到钱 不劳而获 得到 然后这样用 你不好 你的后代不好 你们会形成一种体制 一种习惯 一种家庭文化 是叫你跟你的下一代 会灭亡的 这就是 有原则的 上帝不是随便造的 这个世界的人 就是要相信好运 哇 这个人好运 找到好老婆啊 这个人好运啊 你是一个这么差的男人 你找到又贤惠又漂亮又好的人 你又不要进步 你跟他在一起慢慢 不到多久会离婚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有原则的 我们的生命啊 是不能逃避天使的做工的 你们了解吗 有夫妇两个人 有一定有真理在中间 这个两个人呢 相爱 相爱的时候呢 天使是怎么做工 男人有男人的角色 女人有女人的角色 当女人最顺服丈夫的时候呢 其实丈夫是 都爱妻子 也听她的话 对不对 女人 使唤丈夫的时候呢 可以啊 牧师 我每次有一个姐妹 叫我丈夫做什么 她就做 她很开心啊 钱我管 孩子我管 她的事业我管 什么都我管 她OK 没问题 你就OK没问题了 过不到五年十年 慢慢有一天你发现 丈夫的心啊慢慢冷了 对你冷了 她是OK 因为她性格可能比较被动 还是什么 不正经 那她OK是OK 但是她的心会冷的 因为这个灵界的工作不一样的 就仇敌看 啊 这个夫妇关系 天使也知道 男的先造 女的后来 借着肋骨造出来 成为她的帮助者 这个女的骑在她的头上 堕落的天使就会毁谤 时间一过之后 很微妙的一些事情 在夫妇关系当中发生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 没问题就好 那是暂时的 有钱就好 那是暂时的 你们要忠于真理 你们忠于真理的时候 源源不断的幸福 你需要的物 上帝也预备 凡事都有 你不忠于真理 有的也会失去 你有更多 反而你另外一个地方 失去掉 你没有发现 阿们 这个真理呢 我讲了很多次 我的信息每次都是这样 第一个信息呢 一个大概论 把这次的主题讲了 第二 我绝对一定会讲 有关真理的事情 所以第一 我刚才说什么 忠于真理是一定怎样 你要认识的 认识 不是单单圣经的一两句话 你背下来 那个不叫认识圣经 认识是什么 你整本圣经呢 整个的中心思想 你要得着 中心思想 上一回我就讲这个 对不对 没有中心思想的 整个圣经 前后 讲什么 基督钉十字架 信徒怎么跟从神 这个死而复活的认识 要清楚 不是自具的认识 整个的思想 跟主的思想一样 然后第二 一定实践 实践 英文讲 put into practice 实践出来 到最后呢 你有没有活出来 你不要讲这么多好听的话 我们姐妹参加了特会之后 回去有没有束缚丈夫 然后尊重丈夫 你探不起她的地方 另外一个角度看 其实她不会赚钱 但是她很浪漫 感谢主 有没有 连这个你要喜乐 以前你是因为她 很浪漫而喜欢她 那现在看到 不贴实际 不靠谱 其实她 比如说 艺术性方面 比较丰满 丰盛一点 你要能够珍惜这个地方 这是神为你预备的 因为你有一些地方 比较缺 她一方多 对不对 所以不用讲这样多 回去之后 有没有这样做 我们丈夫回去之后 疼爱妻子的妻子 不要拿她跟别的姐妹比较 孩子呢 她爱主就好 有这样的心态 然后这样教育她 有时候呢 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的牧师呢 知道弟兄姐妹做不了 实践不了真理 然后一直被控告 所以呢 他们不是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 他们有一点修改真理 把神的话玩来玩去 你们懂吗 玩来玩去 然后让你感觉到 其实神的话 你们已经做了 我给各位一个例子 有一个牧师他 讲道的时候 他这样讲 他知道很多弟兄姐妹 不能爱主 他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主耶稣 从来没有叫你爱上帝 我们主耶稣 只有叫你 藏在我的爱里 他没有叫你爱我 藏在我的爱里 藏在我的爱里 阿们不阿们 上帝有没有讲 藏在我的爱里 有 有 约翰福音嘛 师徒们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英文讲 remain in my love 上帝没有叫你爱他 你藏在他的爱里 你就会爱他 好听不好听 好听 你整天听这个道 你回去 你看你爱不爱神 旧约圣经有没有讲 叫你尽心 尽心 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 有没有 有 然后这样的教师 怎样说 那个是旧约的 现在新约 是藏在他的爱里 旧约才叫你爱神 尽心尽爱神 所以这种教导 就是恩典福音了 因为他不要给你律法 律法丢在 拉斯托 现在是恩典 藏在他的恩典 那个 尽心尽爱主 那个是 叫你要爱的 那个不是 那个是旧约 只有这样的 我叫做这种 现代 现代新派教义 是有这种教导出来 圣经的话 玩来玩去 你们了解吗 其实主耶稣 最后去找彼得 彼得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虽然他知道彼得爱他 不如主爱他 对不对 但是主是一生要挑战他这个 因为当你爱主的时候 你得势棒了 对不对 你得势棒了 你永远在那边 主啊 你爱我 你爱我 但是你 你不能爱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最 最幸福啊 你以为是父母爱他的 父母是 绝对的 他少一个心脏 我的心脏也拿出来给他的 但是他什么时候最幸福 他爱我的时候 他孝顺我的时候 很奇妙的 对不对 所以圣经不会逃避这方面的真理的 我跟你们讲 你们不用把神的话 玩来玩去 要给人一种释放 因为明明知道这些人不能爱神 你还不要责备他们 还不要唤醒他们吗 我跟你们讲 现在很多教导是这样的 恩典福音的教导 你们先求神的过生理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一切的一切 上帝知道你需要这一切 各位 这个经文重点在哪里 先求神的过生的义 你会发现你一切都有了 不是叫你 就一切 一切 来到神面前有一切 有男朋友 女朋友 有钱 有工作 有什么一切 健康 一切 你看 这种玩来玩去的真理 从来不会叫你实践那个信仰 你们了解吗 现在的迷惑性 已经 现在的人 聪明到一个地步 已经明白 圣经的道 是真的一个 绝对的原则来的 绝对的原则 现在人已经有一种感悟了 有一种感悟 其实什么东西 这个时代变来变去 到最后 一定跑到圣经 那个去的 昨天我跟这个 我们Kelvin的儿子 他是读法律的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发现 你读法律 到最后 走到上面 谁定出的法 哪一个人的良心说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对的 其实你走到上面 那个绝对不变的法 就是实践命了 对不对 你的工伤法 对不对 这些东西 其实 跟不要偷窃 是有关的 因为人要偷窃的时候 想很多的方法 来这边来骗钱 那边来得取人的利益 所以这些工伤法 越来越多 其实全部是 实践命 这位上帝 绝对不变的上帝 他定的法 各位了解吗 如果我们对 真理的东西 不认识 所以现在的人 很聪明知道 哦对 圣经会有一些道理 所以圣经呢 只有抽出那个部分 给人 能够很 能够认同 很舒服的 但是真的叫他们 顺服在其中 活在其中 尤其是 当你实践当中 你发现 有这个挣扎要出来 这个呢 很多人不要讲 各位 你活出真理 实践真理 有没有挣扎 千万不要听那些 叫你不需要挣扎的讲道 如果你不需要挣扎的讲道 你干嘛要听 你不用改变啊 你就头脑多一点 大一点 口才有一点 学讲 但是你出去之后 你知道你的性情没有改 你没有从自我 变成真的爱人 你没有从要得 变成愿意给 没有 你没有对付 没有挣扎 我问各位 圣经有没有讲 常常喜乐 有 圣经有没有讲 你们要义无挂虑 有吗 但是这些话 是叫你不用挣扎吗 你会发现相反的 你要挣扎到 你有一天才能喜乐的 因为在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前面一定有的 四面为敌 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喜乐 你们要恐惧战 做成得救的过 对不对 恐惧战 做成得救的过 之后才有常常喜乐的 你没有前面那个挣扎的 然后主啊 我的动机 我的肉体 我的私欲 这个地方求主帮助 有了信心 还要什么 有了德行 有知识 要忍耐 要节制里面才能享受 这一切 这样的殷勤当中 原来你就发现 你越来越喜乐 越来越义无挂虑 有没有 千万不要只有 听那些 叫你不用挣扎的道理 这样的道理呢 我绝对保证你们 在中国大陆会盛行起来 这样的道理 传销也有 世界的道理 世界的心理学 还有教会的讲台 慢慢也多起来 就是慢慢同化的信息 闻不到宝血的味道 看不到忠于真理的信徒 这个时代 所以喜乐呢 也是要造出来的 喜乐也是 漂亮呢 也是 有些牧师上台讲道的时候 千人万人的教会 男牧师 化妆的你们知道吗 化妆 其实除掉这个 这个叫什么 好像你看我昨晚睡不够的时候 就是这样 黑眼袋 除掉这个东西 你们每次看到 朱牧师的时候 哎呀 朱牧师你瘦了 每次讲这句话 对不对 看你好像疲劳了 你们知道吗 这个信息是要挣扎出来的 看参考书 看网站 拿几个东西放在那边 跟你们讲 哪里需要眼袋 不会有作文的 唱唱哈利路亚就好了 有点口才这样就行了 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挣扎 要想 要想 同工们为什么听了这么久的道 但是婚姻还是有挣扎 跟孩子还是有问题 为什么呢 主啊 你的道是完全的 但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没有进到更深的地方 那个地方你要挣扎出来的 没有信息可以抄的 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做生命堂的讲师 很辛苦 对不对 你们不祷告 不能做的 一个道是模仿出来的 还是真的用生命的经历 出来的 还有借着真理的结合 要出来的 很清楚的 好 然后很重要的是 你要讲出这个道 你发现 你要忠于真理 你虽然不能完美 不能完美 对不对 有时候会血气 会软弱 对不对 但是 你继续 因勤追求这个的 这个道 上帝会给你 放在你的心 所以能放在你的口 你有权柄的讲出来 阿们 主祝福你们 所以我们一起 我们看 我们要怎么挣扎出来 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活着了 乃是什么在我们里面活 基督 这句话太 听了太释放了 对不对 基督 所以现在活着是怎样 因信他而活 容易不容易 因为你知道 信这个东西 你信的那个撒纳 马上有挣扎了 有没有发现 我要因信而 尊重我的配偶 这个有挣扎了 我要因信而用钱 这个有挣扎了 不要管其他的 我们因信了活 我们因信感谢主 我们因信得 这个不是圣经讲的信 你对信的认识 是把它只有认为 是一种积极感 给神的一种积极 那个就没有挣扎 但是你信清楚的 你所信的是什么 你发现你里面 有另外一个性情 跟你所信的是低对的 低对的 那个挣扎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 昨天 我来的时候 我跟各位 我的经济 每次都是刚刚的 来 我今天早上跟各位说 我的孩子 这个国家大考 这两天 没有父母出国的 父母是在家 盯住孩子的 我们出国 昨天 所以我先来 我叫师母 叫孩子 安顿他们一下 所以他晚上 差不多一点才到酒店 凌晨 因为我坐早上的飞机 他坐晚上的飞机 这样过来 我还没有来之前 女儿就 妈妈 爸爸 我们有一个群 我在学校跌倒 我的脚不能走 又来了 他要上飞机了 你来载我可以吗 每次都有这样的事 所以你做父母的 会不会忧虑一点 会忧虑一点 哎呀 怎么事啊 什么 这样痛吗 走一拐一拐 什么 跟师母讲 OK 就在他 但是我心里面是知道 我挣扎一下 但是绝对的 这次的聚会 你要祝福 所以这些小公鸡 是叫我能够体感到 我们弟兄姐妹 不是这样一两次的挣扎 他们有些人天天挣扎 有些弟兄姐妹 天天跟这个孤单寂寞挣扎 对不对 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 在实践真理的时候 最荣耀的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挣扎 你不喜欢这个字 这个挣扎 你圣经干脆不用读 干脆不用 没有死而复活 不用钉在十字架的 遵行真理 没有 圣经没有 主钉了 不是我钉 他钉就好了 我活 你跟他同死同活 你们了解吗 这个是绝对的 圣经的中心性 你不能玩来玩去 这些玩来玩去的教导 你们绝对不要听 因为尤其你软弱脆弱的时候 你听 是啊 是啊 我很苦啊 最近啊 然后你就会倾向那种 符合你的性情 慢慢就符合你的私欲 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 我们翻看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 一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看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十五节说 爱只是呢 不能看见的神的想 是守身的 在一切被造一切 我每次读的经文 所以我很快地读 蜿牛是借着他造 为他造 靠他而立的 对 这个是我们 我们主耶稣基督 哥罗西书的主题是 主耶稣他是头 对不对 然后圣民是什么 就是教会是什么 他的身体 所以你看 十八节说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手 教会的头 教会的引导者 他是原始 是从实力首先附生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 居首位 他其实已经在凡事上 居首位了 但是他讲居首位之前 他加上教会 对不对 教会的元首 所以他要透过教会 透过圣民 把他的道实践出来的时候 来在凡事上居首位 了解吗 所以你的祷告 是多么重要的 你今天遵行的真理 世世代代有果效的 会留下来成为见证的 不要小看 你是个单亲的母亲 你遵行真理的 教导养育你的儿女 你有时软弱 情绪的时候是会有 但是你忠于真理的 你孩子绝对会好的 阿们 绝对放心 他走一些路 也是学习的道路 但是最后绝对会好的 然后你那个见证 会安慰很多单亲的父母 如果你不要 我就是整天 我要再婚 再婚了又离婚 又要再婚 再婚了又离婚 你走到最后 你发现 找到的爱情都不是爱情 连你自己孩子跟你一起长大 也是摇头 失望 你要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吗 当然不是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终于真理 他还是苦 但是主于我们统在 主会证实他的话 那么 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教导这个道理 真不容易 对不对 人都是软弱的 人都有肉体 谁不要眼前的依存 谁不要 所以你们知道 主母是每次教导这些东西 有些人是听腻 有些人都听到做不到 就麻木 但是还要不要教导 要 但是要怎么教导 所以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 生命堂的教导者 你们要怎么教导 二十八节说 我们传扬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 各种各样的智慧 劝解个人 还要劝 还要教导个人 然后要把个人 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 在基督里 不是按着他的喜悦 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 引到神的面前 所以很多方面的教导 用百般的智慧教导 这个角度 那个角度 用见证讲 有时候有人听不到 所以教导者 有时候 我顺便讲 因为这个是特会 也很多我们生命堂的 教导者 教导 我们都知道 教导的目的 把人引到基督 真理要清楚 但是有时候 有一些人 你的会友 我听不进这个道理 有些人是听的时候 那个道理一通 他就可以了 他是哲理性的 能够明白 但是有些人 你只要让他讲 这个道理不能 你要用见证讲 你们了解吗 用见证 用见证的方式 来告诉他 什么叫忠于真理 所以很多不同的方式 人在遇到 那个处境的时候 怎样忠于真理 的一个见证 或者一个感受 讲出来 所以百般的智慧 来教导 愿主教导我们 那么这个教导 要怎样呢 你们看 第二章六节 二章六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 主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这一样的 你要把真理实践出来 尊他而行 活出基督 那要怎么呢 要怎样做呢 在他里面 深根建造 你的根要深 不够深的根 知子慢慢弱了 支撑不了 风吹雨打 所以要深根建造 这是最重要的 信心坚固 真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然后慢慢的 感谢的心 也更增长了 所以感谢的心 是情感 所以感谢主 各位早上 一起来能够感谢主 看到人 能够感谢主 不是埋怨 是跟 你在真理上 深根建造 信心坚固 有关的 现在这个时代 什么都讲究包装 讲究包装 这个是 没有深交的 人家看到 你在网站放的东西 哇 去哪里玩 哇 吃什么 哇 这么开心 最假的 只有放一点点 给人看 其实还不知道 他在家里面 多么丑苦啊 没事 对不对 但是每个人 知道了还放 哇 我多开心 多开心 有一个弟兄讲 我明明知道 人家放的 都不是真实的 他的人生 可能最美的一巴仙 他放在网上 给每个人看 但是我就是气 我看了还是受影响 奇怪 他是单身的 所以他就 每次看到人家 跟男朋友 女朋友出去 很开心 他就我气了 看了这个 真的 上帝还不给我 这个 是很奇妙 对不对 所以呢 感谢的心 我跟你们讲 连你为你的单身 要感谢 主给我这样的时间 这样的空间 对不对 如果你不能感谢的话 你读圣经 读圣经 还不能感谢呢 你确认圣经 怎么确认 你专门去看那些 结了婚失败的人 你看 为什么失败 难道我要这样的婚姻吗 专门去研究 为什么这样 快快要找配偶 快快要结婚的 你专门去看那个东西 专门看了 你就明白有些东西了 确认真理 了解吗 这很奇妙的 上帝没有隐藏的 上帝的道理讲了 整个世界是来证明 祂的话的 你们知道吗 整个世界的发生 但是你不要看世界 你只有看我要的 那就你被欺骗了 因为你里面有私欲 上帝不是不给你 今天你需要的 绝对给你 明天你需要的 已经为你预备 但是不告诉你 阿们 明天才知道 所以我们一起看 现在第八节 还没有 不要翻上圣经 那你看 讲了这么好的话 对不对 信心坚固 感谢的 信增长 下面一定会说什么 你们要谨慎 这个字又出来了 谨慎 恐怕有人用 他的理学和空虚的谎言 那些整天 神的话玩来玩去的 包括这些 不照着基督的 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了 把你们的思想掳去 把你们的情感掳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主题 我们来思想 哥罗西书说到 基督是头 我们是身体 所以身体跟头 要接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要 忠于 真理的时候 绝对不是 你跟 这位基督 脱离 然后你拼命的 要做 他叫你做的 绝对不是 乃是 我怎么跟他 接上 然后他的生命 流到我 滋润我 对不对 使我有能力 活出来 所以 你怎么 接上 在基督里面 神 根跟建造 所以 都是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把人 引到神面前 所以上帝 用这本 圣经 目的是 把你 引到神面前 那么 这本圣经 各位认识了 认识了吗 我们每次讲到 真理这一块的时候 你们每次 三十六课 一定要有 系统的认识 对不对 真理说什么 神 要认识神 要认识自己 还有自己 跟万事万物 万人的关系 对不对 神透过我 管理治理万有 万有 绝对不能来到 我跟神中间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一个 没有错的 三十六课 一定要好好学 这一块 但是 你们懂的东西 我不多讲 这个是请你们 自己听三十六课 但是这个懂了之后 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知识 当我们 懂了之后呢 圣经说什么 你要 有根 有基的 的认识 所以真理呢 一定要 有根基 不但内容 这个是 这个是内容 但是呢 这个内容呢 在继续听 确认当中呢 要怎么跟神 结合起来 不是我一个人 拼命地要行真理 要跟神 结合起来 所以各位 在听到的时候呢 我要问各位 神的话 圣经都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 读者 教导人 学义 使人归正 都是有益的 但是 我现在问 当你们 读神的话的时候 有没有 最重要的部分 有没有 当你讲根基的时候 打地基 最重要的是在哪里 最下面 对不对 那个最下面的是 最不动摇的 上面呢 你造出来 但是这个上面设计 可以 有一点 前卫一点 牢土一点 没有关系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地基的 信仰也是这个东西 认识真理也是这个 认识 信仲真理 所以当你 读了神的话 你一定要问 圣经里面 重要的 和次要的 你有没有分清楚 有些人说 圣经都是重要的 哪里有次要的 有些人这样讲 次要的意思 并不是不重要 次要的意思 不是最关键的意思 上帝必定 叫你凡事兴盛 对不对 重要不重要 重要 但是这个兴盛 上帝必定祝福你 重要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个祝福 也有相对性质的 你得到钱 也是祝福 对不对 但是你得到灵魂 也是祝福 更大的祝福 有没有 那你得到苦难 有没有祝福 也有 得到管教 有没有祝福 有 所以呢 只有相对性质的东西 所以呢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重要 次要 所有圣经的话 都是神的话 但是最关键 你绝对要抓住的 那个根基 不动摇的 来 经历上帝的 一切的丰盛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你不对的话 我跟各位说 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讲 我今天跟我的孩子讲话 孩子啊 我要出门了 然后讲一大堆教训 你要爱彼此 要努力读书 要怎样 为爸爸妈妈祷告 讲这么多话 我的孩子一定会问 哪一个最重要 对不对 虽然每一句话 都是我讲的 但是哪一句话 最重要 如果彼此相爱 最重要的话 他们都是知道的 对 彼此相爱 无论怎样 昨天我的女儿 就是很生气 这个弟弟 叫他冲凉不要冲 叫他读书不要读 不干了 所以他不及格 干嘛这样啊 你要彼此相爱啊 我知道 但是这个我爱不了 等一下 讲了很多了 最后我就讲一句 上帝爱你们 爸爸妈妈都爱你们 就讲这句话 他就没有讲话了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讲很多话 对不对 很多教训啊 什么都有 我不能说不需要 但是呢 在我所有的话里面 一定有重要跟次要的 你们了解吗 圣经的话 你们要读了之后 得到正确的灵 跟神能够结合的 一定有重要跟次 所以根基性的人 所以上帝的话 你读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 跟 你与神的关系 有关系的 所有 我必定与你们同在 对不对 我必定不离开你 刀剑吗 逼迫吗 赤身入体吗 在这一切的事上 你们都得胜有余 无论是今生的事 将来的事 什么事 天使的事 永恒的事 都不能加火于你的 爱隔绝 各位有没有 罗马书讲到第八章 最高顶峰的事 其实圣经都是这样关系的 这个关系 为中心 关系最重要的 关系为首 来读 所有上帝的命令 你就会知道 上帝给你的命令 不是绑绑你的 乃是保护你的 所有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上帝叫你先求 他的国 他的义 因为一切的祝福 在他的国和义里面 找得到的 因为他爱你 所以才给你这个命令 关系 所以一方开圣经 没有关系的根基毒的 一般上越毒越苦的 越毒越苦的 连你自己的软弱 你自己的软弱 是你没有办法 跟你旁边的人讲 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 跟神讲 如果你跟神的关系 是这样的话 那感谢主 你跟神的关系 是正确的 关系为中心 Amen 所以连管教都不怕 现在很多人认识圣经的内容 是越认识越怕 对不对 惧怕就是刑罚 有没有 有些人是怕刑罚 怕审判 有些人是怕被控告 你不要讲那些 叫人指责人的话 听了很控告 也是一种怕 你们听得懂吗 你跟神的关系 和好的 不管神里面 怎样的话 甚至审判世界的话 你知道在这个审判里面 他是为了爱你而审判 这个有罪的世界 Amen 有时候你也受到管教 因为不让你被掳取 关系为中心 那第二呢 是什么 关系下来一定有 使命的 所以使命 一定有很多的吩咐 所以呢 我吩咐你们 你们去死万民做门徒 对不对 吩咐你们 使命性的 所以大使命是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使命 对不对 但是这个使命是从哪里 从 关系的根基 拆派你的 所以带着神 爱你的心 传 所以使命 不但是大使命 你 家里 爱孩子 养育他们 也是一个使命 妻子 顺服丈夫 也是一个使命 这些都是使命 使命性的 吩咐性的 信徒你们在地上 怎么活 跟外旺人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一个使命 吩咐性的 现在很多人听到这些是压力的 对不对 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不好 那有一些人说 OK 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就好 我们一直讲这个 不要整天讲 不用讲 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就好 我的孩子天天跟我相亲相爱 然后他不要上学 不要读书 整天拿手机 他很爽 我也很爽 你想想看 这个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不要讲他 讲他 等一下翻脸 大家都相亲相爱就好 我们讲关系 爸爸多爱你 多爱你 这样就好 不能的 虽然 使命 不如关系重要 但是在关系里面 一定有使命 阿们吧阿们 但是有时候使命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那比如说 各位 你每次教会 带小组的有谁啊 没有好好预备 对不对 做得不好 没有祷告 没有预备 那回家做 心里面看到弟兄姐妹 没有蒙恩 心里面难过 对不对 有没有被控告 有 这个控告里面 一定要怎样 主啊 求你连续我 我软弱嘛 我下个礼拜 会做得更好 我侍奉的道路 不是每一次上台 都完全预备到 都好的 有时候 也有自己 有点误私的 懒惰的 也有的 对不对 有时候你们 有没有周间偷懒 不参加聚会 原来偷懒 你们也知道是偷懒 但是呢 这个 关系呢 不变 这个关系不是叫你 上帝爱我就够了 所以不用管 不是 因为这个关系 主啊 我绝对不要 下一个礼拜 不要让你失望 你们了解吗 下个礼拜 不要让你失望啊 主啊 我现在软弱了 明天我要站起来 我要进到房间 祷告 呼求你 关系好的人才会这样做 我的孩子跟我的关系好 我怜悯他的时候 是给他很大的力量的 不是叫他放纵的 所以千万千万 千万你这个连接的好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你们了解吗 是一定有这个层次的 然后还有什么 第三 所以最重要是关系使命 第三是什么 一定有果子 对不对 果子也包括成就 所以 我问各位 你们先求神的果 而神的义 这个是什么的 这个是哪一个 你们先求神的果 而神的义 这是什么 这是使命 对不对 这一切要加给你是什么 果子 对了 很清楚了 对不对 你们必定凡事兴盛 尽都顺利 这是什么 果子 对 成就 对了 你们掌握得到了 很清楚 对不对 这些话 这些话 凡事兴盛 那么 果子成就 重要不重要 喜乐 重要吗 平安 喜乐 生灵的果子 健康 我们做事业 就是能够成功 这些我们不能说 没有 我们不能这样讲 如果这样讲的话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们都不能的 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绝对不能断定 你跟主的关系 为什么我把这个放在第三位 因为呢 如果你以这个来证明 我就是蒙福的 我就是蒙爱的 我驾大汽车 为什么你没有驾 因为你不蒙福 我有信心 我蒙福 我祷告了身体 病得医治 为什么你祷告了 没有 你没有抓住神的话 祷告 神会医治你 那你把这个放在这个了 你把这个放在这个 有些人上帝不医治他的疾病 但是上帝给他加倍的信心 在病痛当中荣耀 有没有 你有没有参考过其他的 你只有你自己的经验 所以你自己的经验 绝对化了 对不对 我祷告了得到工作 我祷告了病得医治 我祷告了 然后你从这个地方 出来一个神学 就是成功神学 你经历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把它成为一个神学 一个绝对的道理 来教导众圣徒 邪灵 淫乱的灵 教人不能单一 爱主的心的那种灵 就会来 在你的口释放出来 在众人的心中做功 主的教会就慢慢淫乱了 属灵的淫乱了 对不对 爱主的心没有这样的纯认 所以我跟你们讲 最严重的罪 不是犯奸淫杀人 圣经的最严重的罪 是传假道的 最严重的 提摩太后书 彼得后书 你们去看 都是讲假教师 假仙子 末后的时代 人去跟从魔鬼的道理 都是讲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跟世界 对于邪恶的一些概念 有一点不一样 把人的思想 掳掠去 来跟另外一个福音的 这是应当受咒诅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比保罗 他责备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菲利比书 责备人 对不对 你们有听过吗 菲利比书这些人 就是想趁着我在监狱的时候 要加征我的苦楚 不管他们是真心假意 传福音的 但是没有关系 我就喜乐 反正基督已经被传开了 但是他有一点 潜在的责备他们 对不对 动机不对 那另外他责备 加拉太教会的时候 加拉太教会那些假教师 如果人传另外一个福音 他是可救主的 不管是人或天使 对不对 那个很凶猛的责备 为什么 因为假道会带来的害处 是远超过人 一种不好的态度 对不对 有人不好的动机 不好的态度 人人都有 我们不能说人没有 有时候我们软弱都会有 但是你传假道带来的害处 是最大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好听 我现在讲的 我知道我们现在的挣扎 很多时候是这个 我们横通 顺利 圣经有没有讲 横通顺利 健康 稳妥 这些都有的 平安 这些 如果 有一个人跟你说 哇 我就看到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 叫我今天一出门 下大雨了 忽然我要出门的时候 不下雨了 我要去买 一个衬衫的时候 刚好大减价 上帝的恩典 有没有 很多人每次见证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些好不好 你也要嘛 对不对 来这边聚会的时候 哇 这么便宜 午餐也 不用钱的 恩典有没有 有恩典 对不对 等下吃了 那么 信徒这样讲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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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求神的 国神的义 你不要整天讲 不行 你这样的话 哇 他们说 你这个人 就是很律法的 你这种人 就是很 很死绑的 跟你在一起 没有恩典的 跟你分享一点 好的东西 就是给你讲 他讲到我不属灵 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不能与一般的人开心 人家就觉得我们奇怪的 我们孩子有时候要开心 哎呀 今天看到神的恩典 感谢主 我的孩子每次也会来讲事情 但是 你要知道 恩典也是有层次的 你刚刚经历的这些 比如说物质 还是什么 肉体的一些祝福 是上帝的 祝福当中 最 基本的 你不求 也是会给你的 最基本的 你们谁喜欢吃榴莲啊 你们懂榴莲吗 有人举手 我们新加坡 没吃榴莲 我们中国弟兄 过来都要吃榴莲 我很喜欢吃 我最近很想吃的时候 我就想 忽然间 有一个姐妹 门徒培训过后 牧师你来我的家 我有最上等的榴莲 要留给你 我就去拿了 拿了之后 他连他朋友的 也不小心拿给我 所以全部 我忽然间很多 另一天 我的爸爸又买榴莲给我 我说 主啊 太奇妙了 我只是 有一点想吃榴莲啊 你带来的 丰盛的榴莲宴席给我 我这样讲 大家都很喜乐 对不对 我想买衬衫的时候 哎呀 去那个地方 找不到我的size 刚好 去了教会 有另外一个弟兄 他买过 不适合 新的给我 恩典不恩典 但是你们要小心 当你们的恩典 只有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们是最基本 好像这么大的恩典 你永远是讲这个 哎呀 榴莲 哎呀 好工作 哎呀 什么 我买衬衫 永远是这个 最低的 所以你要为人喜乐 但是你要让他感觉到 有 这些我们天天都有的 但是比这个更大的恩典 祝福是什么 什么 哎呀 不但得到榴莲 衬衫 工作 得到灵魂啊 得到灵魂 我的喜乐就是 我能够认识你们 你们的喜乐 也是能认识我 这个阿妹要大声一点 我也是真的很开心 认识你们 每次这样跟你们相聚的时候 你们是牧师的力量 为我祷告的 我每次出战的时候知道你们为我道 所以得到灵魂 哎呦 拯救人 得到同工 哎呀 真的 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宝贝拿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比这个啊 不用讲 这个只是那个的万分之一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祝福是什么 更大的恩典是什么 听啊 什么 你为福音的缘故 受苦了 还能够长长喜乐 阿妹不阿妹 你有了解吗 这个是不是保罗的经历 是 对不对 我在传福音了 我们被抓了 对不对 我们就OK了 有些人是 哎呀 被抓了 为什么这样 有些人终于发生了 主啊 这是必定要来的 但是没有关系 这证明主看中我们的事工 从中国出来到香港 有人是香港的子体 对不对 牧师有多一点时间到台湾 海外华人 美国 北美 悉尼 这个地方 全部去把这个福音 你们的见证全部传 主啊 其实 有时候 为了你的福音的缘故 受尽一点苦 对不对 好像孩子啊 家人 有一点苦的时候 我可以了解 主啊 弟兄姐妹 所经历过的 感谢主 因这个东西 能够感谢的 各位 这个不是凡人能够的 很难的 不可能的 除非圣灵的工作 你们了解吗 那个是无穷的恩典 也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看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问题是 你得到榴莲之后 你的榴莲分给谁 你赚到了钱之后 你怎么用钱 你得到了配偶之后 之后呢 永远就只有我的家庭 我的孩子 哪里这样啊 这样越小越小 对不对 原来主啊 这些只是暂时给我的 为了教我 怎么为这灵魂 而使用 因为今生 经过的道路 有一点辛苦 也建造了 这个土人的品格 也让我了解了 认识你的性情 对不对 所以能够喜乐 这个是有一点 不符合逻辑的 不符合人性的 尤其堕弱的人性 所以有些人觉得 听祝牧师的信心 有点难 就是听到这个部分 如果我刚才跟你们讲 这个榴莲的见证 大家都会阿们的 但是越讲越听不懂了 要睡了 对不对 你们了解吗 因为这个是真的 跟灵里面的交战很大的 这个一个人 能够从他的肉体 私欲里面 脱离追求跟神的性情 有份的东西 这是叫中天使天君 就是做工 然后把黑暗的实力赶出去 无影传到地基的事情 都会发生 阿们不阿们 圣经的话 的确有这个 有根基的东西 的确有根基 这个没有教导清楚的 圣民的心灵 虽然懂圣经 懂而已 不叫做认识 不叫做有根 有基的认识 只有懂 懂字句 懂有些经文 也拿神的话 玩来玩去 只有这样 你们了解吗 所以我们的心灵 是很尊贵的 一个人的荣耀 他见到主的时候 其实他 现在差不多会懂的 所以保罗说 以后我们得到的冠冕 好像他不能解释 好像一个星 用宇宙的星 最小的星 好像那个白星 不会发亮 已经爆炸了星 然后变成那个 但是最大的是蓝星 不得了 他的很多的星云 全部在旁边 就是以他为中心运转 对不对 用星来解释 这个星星 我们不能想象的东西 你的永恒的光芒 是有差距的 所以为什么今天 你们要走挣扎的路 就是在病痛当中 服侍主 有些婚姻 有些弟兄姐妹 对不对 牧师知道 一个配偶还不信 你有一点辛苦 但是放心 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安慰我们 然后 我每次超死了 但是 如果只有讲到这边 肯定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问 很重要的话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么难的 所以一定要靠着圣灵 圣灵的帮助 讲 神的话 实践 所以 这个部分我讲完它 我们就解说 讲神的话实践 所以你一定要靠着圣灵的帮助 请大家 这个地方是重要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超自然的 神的工作 永恒的荣耀有关系 所以这个是 我要怎么靠着圣灵 将这样的荣耀 活出来 也很清楚的 蒙福的关系 应该要怎样 第一 你对 试炼 要有 预期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一个人真的要把神的道活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要预备心的 你要预备心 有难处的 有患难 有试炼的 一并有的 你们了解吗 大家 你活在这个世界 你要完成死命 你去到公司 每个人都是无神论者 都是现实主义者 但是你要活出基督的美德 你有没有被人说是傻瓜 有没有人讥笑 也会有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对试炼有一些预期 有一些预备心 主啊 会有的 我的孩子呢 每个拜六礼拜都是在教会 别的孩子拜六礼拜是上补习 对不对 那他们的成绩呢 可能 当然有主的恩典 他们每次都过关 都还可以 但是呢 大家没有一般的学生这么好 也会有的 但是主我知道 你会一路带领 到最后 他们一定合乎主用的 因为他们所建立的 整个属灵的价值观 教会观 绝对跟着他们一起 但是呢 你在过程当中 有时候呢 会有一点难受的 有时候对不对 有时看到 他们不及格 这次我来的时候呢 我的儿子也给我一个 爸爸最近的课念 我考了八课 现在拿回两课 两课都不及格 也有这样 那我要出国了 对不对 也有这个 但是呢 我已经有预备心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也不是不教他 我教了 但是 有时候的地方 还没有这样仔细嘛 可能 但是呢 我已经预备 预备的人啊 你的心会被圣灵保守 阿们吗 所以呢 前往 第二呢 你要寻找 顺服的路 寻找顺服的路 不要找 行得通的方法 寻找顺服的路 顺服的路呢 是要寻找的 所以圣经很多话是讲 查验 何为上帝 善良 春春 可惜的自己 有没有 我教会有一个姐妹呢 她的丈夫是很反对 她信主的 后来呢 她得到病 她身体有病 好像是 是癌症了 初期 后来呢 她跟丈夫说 我要去教会 丈夫还不让啊 这么硬啊 她祷告 祷告 最后 一年后 她去了 不管 后来去了教会之后呢 要受洗 丈夫哪敢 再祷告 一年后 受洗 丈夫也是 最后 几个月不跟她讲话 后来 要参加门徒培训 周二 礼拜天已经没有了 家庭时间 周二又来教会 又祷告 又来了 好不容易又来了 后来要参加 师母的小组 周五 我想哎呀 这个啊 有一次我们讲一次的时候 哇 她很压力了 压力了 哎呀 因为周五 我的丈夫回来家的时候呢 她是很早 我们家庭时间都是拜五 现在礼拜已经没有了 拜二也没有 又拜五 后来 第一次第二次不敢来 后来 第三次来的时候 来了一个小时 找走 怕丈夫是 好像可以 再来 第三次来的时候 丈夫说 你在外面吗 买点食物回来吃吧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其实很多东西啊 是 我们自己不是 不是预期受试炼 乃是预期消极的事会发生 其实你预期受试炼的时候 你已经能够承受了 但是在那个顺服的路啊 你要找的 你要寻找的 你不能说 担保你 样样无事 不能 因为这是信心的道路 你们了解吗 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说 你们要来聚会 你早上就要预备心 星期二门徒培训要来 早上 其实前一晚 你们就要预备心 前一晚少刷手机 早睡一点 另一天呢 预备心 另一天很累的话 等中午再祷告 中午很累的话 等下班再祷告 可能你快要回家的时候呢 刚好有一辆 公共车来 是去教会的 不是去回家的 所以你就 哎呀 去教会吧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要 你要跟主摔跤 这样寻找 找出来的 这种道路 没有经过的信徒 根本不懂 什么叫十字架了 所以难怪 就是听那些 容易的福音 就是这样 但是你找到之后 这样来了教会 得到释放喜乐 你那时候就会知道了 主啊 你叫我走的路 虽然不容易走 好像旷野道路 但是总是有路 走到的时候 欢喜快乐 有玛纳 有水 有什么 有没有 这是很奇妙的 我跟各位说 第三呢 其实 实践 是一个生活来的 不是一个举动 生活 什么生活 以福音为中心 以国度为中心 这个生活 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啊 明白吗 不要把它当作 哦 牧师你很不错 你很勇敢 你能够这样来中国传福音 你能够为主 不是讲这个 我讲的是 整体的生活 比如说师母呢 早上起来 她就是祷告 然后专注 连孩子的事情 什么事情 家里的事物也要做 但是全部所做的 中心点是在 人的生命 人的灵魂 我们把家里的事情搞好 也是能够有时间牧养 照顾 对我们预备 就是要去聚会 去聚会的心态是怎样 都是以国度 传福音 造就人的生命 我们上班的时候呢 上班的时候呢 你是去 要多升职加薪 还是你真的要 得人的生命 然后以这样来 吃午饭 选择跟人交通 然后这样的做事 有责任性这样做 圣灵会知道的 如果你这个 一定好了 你绝对放心 上帝会为你开路的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一直有很多理由 我们不能有聚会 因为有加班这些东西 我讲一句话 我每次看讲这些话的 我并不是不体训 但是牧师好好看 他的中心点不在国度 所以骄扰他的事情 很多 很容易来的 你想想看 有一个姐妹 丈夫这样抵挡神 也这样 但是心里面就是要以神 以教会为中心 这样 他这样祷告了 神都会开路的 他也自己有做生意的 神都会开路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给借口说 只有我们的心是对的 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是对的 那主啊 实践信仰 就是在于 整个生活 生活的中心点在哪里 阿们 然后最后呢 请弟兄姐妹 将你的忧虑 谢给主 谢给主 各位彼得前书 对不对 五章八节 把你的忧虑谢给主 前面说什么 你要小心魔鬼 五章七 后面说什么 魔鬼像吼叫的狮子 要吞吃 菲利比书 四章六到七节 应当义无挂虑 凡是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讲你所需要的 告诉神 我们一起 读这个经文好吗 我们就结束 因为 各位 为什么我要跟各位 读这个经文 各位注意听 我下午我再讲多一点 菲利比书四章 我们大家翻 翻开这个 然后我们 等一下就吃午饭了 其实 注意听现在牧师讲这句话 我们以神的国为中心来活的人 其实一切的什么物质 喜乐的事 上帝都为我们预备的 婚姻什么 更不用说的 这种东西 上帝 当然我们是需要配偶的 主都为我们预备了 在你适当的年龄 你适当的生命 有成熟力的时候 上帝为你预备 但是我们很多的软弱犯罪 是因为我们忧虑来的 因为人是有限的 我们不是全能 所以忧虑会来 我为我的孩子忧虑的时候 我会软弱的 有时候我们太过的担心 将来不够 现在忽然间只有为生存来活 那就是会软弱 是这样 所以上帝有给应许 菲利比书 你们看 第四章四节 上帝说什么 保罗说 应当义无挂虑 财务儿女 什么 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 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然后第三是什么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 我每次都读这句话 对不对 你们好好听 现在我解释 这个有三个部分 第一是什么 应当义无挂虑 我怎么义无挂虑呢 你一定要借着第二 祷告 其实一句话来讲是祷告 祷告 祷求感谢 对不对 将你们所需要 一句话祷告 然后再来是什么 平安 平安 什么平安 出人意外的平安 要保守你的心怀 一念的平安 各位注意听 忧虑呢 一定有邪灵的工作的 忧虑叫你现在为自己活 为了生存而活 甚至我要讲到 我忧虑 忧虑的时候呢 我的关注不在大家 就关注我 我讲的这样 你要了解吗 所以你的忧虑 跟你的自我是很有相关的 虽然你是服侍主 但是主不喜欢我们忧虑 主不愿意我们忧虑 但是他也知道我们会忧虑 所以他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祷告 不是积极思想啊 什么释放意志 不是 你忧虑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 除了真理以外 你要祷告 祷告是很简单的 祷告呢 凡是接着什么 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所需要 不要想这么多 有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 你来到你的爸爸面前 我来到神面前 我记得我学了三十六课 我一定要确认 上帝你是我的父 感谢你今天给我一天的生活 然后最后才讲 主啊我需要这个 你讲到最后那个东西 已经感动没有了 因为上帝也知道 你的包装的祷告啊 太好听了 上帝 我跟你们讲啊 我跟我的妻子的关系 很好的时候啊 我需要什么 需要帮忙 直接找他 跟他讲 我需要这个 你们了解吗 上帝啊 你知道我现在软弱 上帝啊 你知道我现在压力 上帝你知道 我需要这个 上帝啊 假日要来了 我很孤单啊 我单身 你知道的 求你预备 我那天能够很充实的度过 直接讲 你不需要包装什么祷告 不需要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跟神的关系里面 把你所需要的 真实告诉神 然后就 你可以的话 你为我这样做 你要这样经历神 那很奇妙的 上帝 不是先跟你说 OK 你为明天祷告 我明天给你什么 No 上帝不是这样讲 上帝现在给你应允 当你很诚实的心 把你的难处 忧虑 谢给主的时候 信靠他 因为祷告 祈求 还有什么 感谢 为什么感谢 因为你期待他 期待 千万你向神 带出你的要求的时候 他是叫你期待的上帝 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 要信他是活着的 且赏赐一切 寻求他的人 他是赏赐的主来的 所以带着 祈求 跟感谢的心 父啊 我需要 父啊保守我的孩子 我来宣教的时候 保守他们 他们的学业 什么东西 都在保守他们 牧师也是这样祷告的 对不对 让他们看见主的恩典 这是我最要的 OK 很奇妙的 出人意外的 出人意外的意思 不是人的逻辑 能够想到 意识到的 不是用人的积极思想的 就是 很奇妙的 你的心灵里面 来到的 神的爱 保守什么东西 两样东西 保守你的 心 心是你的感受 对不对 这个是 你惧怕忧虑的时候 心马上受到的感觉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意念 为什么意念 各位你怕的时候 每次怎样 你心感到怕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 想一大堆 很奇怪的东西 有没有 有时候我的孩子 如果 放课了 没有回家 我就心里担心的时候 很奇怪的 我的头脑自动会 是不是遇到什么意外 是不是给人欺负 有没有 这个不能控制的 有没有 你这边有点痛 那边痛 有点担心 另外 是不是癌症 有没有 有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们说 这个心怀 意念 上帝照着 结合在一起的 你除了你交给神了 然后除了你以外的平安 保守了 该想的想 不该想的不想 然后你常常这样经历 一次不可以 两次 五次 十次 到有一天 你发现 圣灵的工作 是真真实实的 我们经历不到是什么 第一 我们不信 信了也不要祷告 研究那个问题 想办法 怎样解决 越想办法 越解决不了 越担心 有没有发现 有 查验是需要 但是动脑筋 然后这样 不要 就是还是要祷告 你查验了 该做的做了 其他的东西 你不能了 谢给主 谢给主 Amen 这个就是要保守你们的心 因为如果我最后 没有讲到这个地方 你们听这些真理 哎呀 很枯干啊 我知道 做不到 对不对 因为你里面有忧虑 没有 谢给主 Amen 所以神的话 是全备的 叫我们身心灵都健全的 愿主祝福你们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今天 用你的道 浇灌我们 Amen 有很多时候 主 我们在你面前 看到自己的软弱不够 但是感谢主 照我们的主 认识我们 你认识我们的灵魂 Amen 你认识我们的人 认识我们的人生 Amen 主你都预备好了 Amen 主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忧虑 谢给你 Amen 甚至我们在这边 参加聚会的时候 主你 也叫我们所爱的人 蒙恩 Amen 我们心里面 所有一些 向往的 焦急的 主也谢给你 相信你为我们 预备最好的 Amen 因为我们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Amen 但是更重要的 主我们向你求恩 Amen 为着主所爱的人 来放进我们的祷告 甚至走牺牲的道路 Amen 求主显明你的恩惠 Amen 给我们有这样的灵性的成长 Amen 求主祝福我们下午用餐的时间 保守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